据韩媒报道,两名驻韩美军女兵被韩国警方逮捕,因为他们在韩国荆棘道的东斗川市,袭击了一名韩国男子和一名警察。 荆棘道金属表示,当地时间周一凌晨,一名历首美军第八兵团的士兵和一名美军第二部兵团的一等兵在东斗川市的路上行走时推倒了一辆摩托车。 58岁的摩托车主向警方作证说,当他追赶上这两名士兵后,那名20岁的士兵冲向他并且向他打了一拳。 他还提到,当一名警察试图制止斗殴时,另一名19岁的一等兵攻击了那名警察,他击伤了警察的脸部和腿部。 报道还指出,在试图用手铐控制这名士兵时,另一名警官也遭到了这名士兵的袭击。 他在这名警官的腹骨勾位置踢了一脚。 东斗川市,相关人士表示,调查人员试图以防碍公务的指控对嫌疑人进行询问。 但是嫌疑人在整个审讯过程中都保持着沉默,因此他们被送回了美军基地。 报道着,韩国警方计划先查看监控录像,然后再把嫌疑人叫来进行询问。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